那 disabled人 做什么 妈 我知道我错了 我真知道我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那天 我真的是喝多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淆里糊涂乱七八糟的 我就 不是 妈 你放心啊 我们俩刚才都商量了 是吧 明天一大早 直接去民政局把婚给离了 你放心 对对对 别上去 你就回事了 好不好 你们这是几楼啊 八楼 李大白 我跟你说 你刚领了结婚证你就要离婚 我这张脸忘哪哥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离婚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 小群 来来来 坐 坐 好 小群啊 既然你们结了婚 就得好好过日子 我心里明白 就我们家李大白 找到你 那是中大奖了 小群啊 你今后呢 想吃什么 尽管跟阿姨说 对了 我刚才 你还买了 我 我 我来我来我来 哦哦哦 你干什么 你先坐下 阿姨 你看你看看 我买了很多东西 你看看看 香蕉 还有苹果 菜 你们吃晚饭了没有 我给你们去做饭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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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吃过了 你就别麻烦了 哎呀 这阵都领过了 你该喊妈了 妈 小齐啊 你今后想吃什么 你尽管跟妈说 妈可会做饭了 什么红烧 狮子头啊 糖醋排骨啊 走鱼 还有好多好多小菜 妈妈都会做的 你跟妈说 妈不嫌烦的 妈也知道 你们这个突然结婚呢 这个还有点不适应 没关系 不着急办婚礼 但是呢 你得回去 跟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安排咱们两家 尽快见个面 把这个婚礼的事啊 商量商量啊 大白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结了婚了 得好好伺候你老公 我不能像在家里一样 知道吗 小琪啊 我们大白呢 她笨手笨脚的脑子又不好使 她要是做的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就跟妈说 妈批评她 教育她 要是你自己直接说也行 妈不会放在心上呢 不过 你呀要好好对我们大白好 好 好好过日子一会 妈 妈 你看这天挺晚的了 我送你回家吧 对 这天挺晚了 对吧 我明天早上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是 来 乖老婆拆着啊 我走了啊 慢点 小琪啊 好好过日子啊 行 慢点 我知道了 好 想吃什么跟我说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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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步 留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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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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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琴娘啊 你明天赶紧离婚啊 赶紧离 就你妈啊 就你妈一个 都给我喝一壶的了啊 东方琪 你还有没有人性 离婚 你刚才是明天 叫我妈说什么是吗 咱俩要是离婚 她直接从八楼跳下去 你还是人吗你啊 那你说咋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你呀 你使我妈买的东西 我妈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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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正找你的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 优惠培训的事 那个 我 我家里有点事 我请完假了 我先走了 那个 没啥大事吧 需不需要帮忙啥 不需要不需要 我都能处理 回头说 淘汰 媳妇 下影了吗 我这叫他还挺凶雾 不道 ik了 有个正事 你要不要参与 什么正事 水味 那个 雷三在哪儿 好的 请跟我来 来 这边请 他 什么情况 我一路跟着一路过来呢 彭云俊也在里面呢 四伯 彭云俊不是跟庄妮不是单线联系吗 他怎么联系叶冬的呀 我哪知道呀 大伯 你去 打你打你听他说啥 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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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们才挺硬啊 哎 他们才挺硬啊 找我什么事 我来跟你谈个交易 谈交易 这个是关于子韵轩所有的资料 本来是用他来说服郭师傅的 现在没用呢 什么意思啊 我想把它卖给你 你应该知道 它对你很有用 卖给我 你不想在子韵轩干嘛 我跟你说不明白 我不会再回子韵轩了 卓妮啊 这些东西确实对我挺有用的 可是我不会买的 毕竟我还知道一些法律知识 不过看你的样子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怎么了 我需要钱 钱 还不是因为你们 老板让我想办法收购山之屋 本来山之屋已经名存失望 结果你跟杨晓柔来了 还把生意都给盘活了 你们要我怎么办 找到郭师傅 本来是我最后唯一的希望 现在他死了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只能跑啊 走 周年 这做生意啊 有树有盈很正常 你干嘛要跑啊 你换一家公司不就行了吗 以你的才华 去哪家公司 应该都能做得很好 不说回来 你这背后老板倒的是谁啊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从头到尾我都是被迫的 我有把柄在他们手上 你说我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牵线木偶 我就是个牵线木偶 你今天已经知道这么多消息了 为什么不报警 我绝对不能报警 我怕人做事看见你我 我找不到他们的证据 没有证据去报警 他们知道更会弄死你 我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躲起来 他们找不到我 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找不到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要多少钱 我借给你 你不怕我还不上吗 我既然敢借给你 就没想过要以后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拿着这些钱赌起来吧 谢谢你高兴 谢谢 谢谢 对了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叶东上次告诉我 他老板知道山之屋的一个秘密 如果能跟郭师傅同上话 郭师傅就会言听计从 什么秘密 我不知道 现在郭师傅死了 他们没有办法要挟他 但是 下一步他们要要挟谁 我不知道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你说的东西带来了 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东西呢 都在包里 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我就把山之屋的资料给你 我之前听说呀 你对庄宁呀 是特别的好 还以为是年轻小伙 寻求刺激新鲜 没想到 你还真痴情 为他什么都敢做 你知道 偷窃股权资料 能坐牢的 顾不了那么多了 别废话 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干嘛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 别走 业东 你闻着 你别走 我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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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做完 郭云俊 我告诉你 你桌也没有用 你这 你船的骨骗布偶是假的 完了 说没结果 完了 说你 你说 所以你们觉得 庄妮姐想做坏事 那是因为叶东手里有她把柄 逼着她她不得不做 可以告诉我 是什么把柄吗 我也不知道 庄妮姐就一直都很害怕这件事情 你都太混蛋了 你们背后一直想要说过山中那个大老板到底是谁啊 不知道不知道 庄妮姐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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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东西没拿回来 庄妮姐也走不了了 我真废妮姐 我 真废妮姐 我 真废妮姐 我 真废妮姐 别去哪儿啊 这个彭俊大哥是在庄妮在山之物的时候就爱上了庄妮 就加上同情她的遭遇 所以 就一直把山之物的情况透露给她 报警了没有 两次都没有抓到叶东的犯罪实实证据 报警没有太大意义 这个彭俊 一定要开除掉 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具体的文件得等高兴回来再开 也不知道高兴和杨小柔 在三下折腾得怎么样了 听说 不是很顺利 是 那个姓郭的师傅 去世了 去世了 得赶紧帮他们屋所一个主厨 再这么耽误下去 好事迹都没了 还有那个彭俊 到底是谁招进山之物的 老叔师 这个 这个 已经查清楚了 怎么回事 你说呀 这个彭俊俊是 何董事介绍进山之物的 何武尊 对 他是何武尊的远方外甥 何叔 你 不不不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怀疑 你现在有这样的怀疑是 对的 所以你也在想 子云轩背后那个老板 会不会是他 何叔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昨天 韩副总和山之物的员工 抓住了山之物的叛徒 就是那个一直将山之物的消息 泄露给子云轩的人 如果不是韩副总他们及时制止 他差点就把山之物的股权信息给卖了 什么 这 这简直太过分了 什么人这么干的 是谁啊 这个人 叫彭英俊 彭英俊 没听说过这个人 他做什么呢 我们这里也没有外人 我就不兜圈子了 何叔 听说 这个彭英俊 是您的外甥 老河 是你外甥 对 是我外甥 是您招他进山之物的呀 是我招他进山之物的 但是 这一切都是合乎手续的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 麻烦在座的各位 特意地关照我这个外甥 今天 大家都坐在那儿 可以证明一下 我有没有请你们说 来特意照顾我外甥的 老河 老河 谁的问题解决谁的问题 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建议 董事会可以 就做出一个决定来 彻底地查一查嘛 是谁的责任 谁来担 我不回避 我尊重董事会做出的 任何决定 可以吗 这样可以不可以 你别接我别接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冷静点 何叔 您先别生气 我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看这样 我想请韩副总 来彻查这件事 毕竟他比较清楚 这个事情的过程 可以 可以请韩副总 来彻查这件事 我没意见 那我就请韩副总 重新列席董事会 好 在这儿等着我呢 说了半天就是为了 重新请韩副总 回来列席我们的董事会 因为那天是我开的炮 把他撵走的 你要是为了这个干吗 我早说 飞这么大劲 抖这么大圈子呀 再说这界面考察会 早就结束了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主动来呢 还 还 还要我们 八台大叫请他来吗 给 给他铺上红毯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就赶紧请啊 请请请打电话 请韩副总练习我们的董事会 我作为 彭英俊的亲属 他是我外事 他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是不是 坐在这儿也不合适的一样 我得避嫌呢 我现在列席我们的董事会 也不合适 对不对 这样 我还是避嫌的好 你们接着开吧 老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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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事儿到底 您去 买这个交易财务 好的 包总 我今天 我今天 终于把何叔给打败了 看他那个斗败公鸡的样子 解信 你真的是比我还争强好胜啊 那是你不知道 我们这里可比陆氏复杂多了 对了 三亚的事情你知道了 高兴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 郭师傅去世了 郭师傅是双主厨唯一的选择 现在郭师傅去世了 双主厨的想法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了 你懂的 没有任何一个实力足够的主厨 不愿意和杨小柔搭档 她自己一个人 根本就撑不起台面 杨小柔不能再继续担任主厨了 否则 山之屋好不容易 重新建立起来的新局面 又要全面失手 我当然能明白 可是我在考虑怎么和高兴 说这件事情 高兴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选军 我想让你立刻去三亚 让高兴把杨小柔就地免治 我现在去三亚 选军 你可是真金白银地投入山之屋啊 况且 他们两个孤男寡女的在三亚 我也不放心 选军 你就替我去一趟吧 帮我照看一下 好不好 也好 正好下个月 陆世瑶在海口考察一个高尔夫修长 那我提前去 整理振华遗物的时候 找到了这些 你父母和他在一起的照片 想着对你 也许有点意义 送给你 做给你了 他们没有什么之年期 这是 在高山餐厅的时候吧 所以 在高山餐厅改成山之屋之后 你们就已经搬家搬到这边了 那如果要是按正常事情发展下去的话 郭师傅也有可能变成主厨 那现在也是方山集团的股东 就像何叔一样 正华和高大哥 小何他们不一样 他们喜欢冒险 喜欢冲锋 正华喜欢安定平淡的生活 个人情况不一样 不过 追随自己的心意 就是最好的 阿姨 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珍贵 谢谢你 这些年 我们和上海的朋友 也不大联络了 这次因为远道而来 你们的意图 我大概也能猜到 可是 正华已经走了 帮不上什么忙 正华走的时候 尊重他的遗愿 我们也没有特意的去通知上海的朋友 他说 尘归尘 土归土 有缘 来世一定会再相见 所以 请你们回去以后带个话 告诉牛五福 何物尊他们 请他们不要太悲伤了 这也是正华最不愿意看见的 对了 听你们说 李俊亮手术以后 情况不是太稳定 经常昏睡不醒 所以请你们 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 阿姨 您放心 所有的话我全部都带到 妈 一阳 妈 我去上班了 等一下 给你介绍两个朋友 这个是一阳我儿子 这个是高兴 就是你爸爸常跟你说的 高伯伯他的儿子 这个是杨小柔 是你爸爸的师兄 杨师傅的女儿 你好 我叫杨小柔 你好 你好 我是高兴 好 好 妈 我先就上班了 去吧 你坐 嗯 都是律师 就没人继承 郭师傅的一博了 真遗憾 人生 人生 所以 他坚决反对孩子 再当厨师 请你们 体谅他的心情 是啊 谁不想选择一个 能值得医生去奋断的职业 发什么弄用 没有 阿姨啊 那这次过来 看望您打扰了 我们先忙点事情 下次我们再来看你 那也好 好 那我们走吧 走 来 走 走 怎么这么不开心啊 这任务失败了 我们要不然赶紧回上海 想想别的办法吧 现在都来了 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吧 着急回去干什么 可是 现在郭师傅这边 已经没办法了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呀 办法总会有的 好 别丧气 你看 我都挺 那边还有滑翔伞 你都没玩过吧 等有时间 我带你好好地在这儿玩一玩 好不好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吃 我要带你去吃三亚 最好吃的一家餐厅 让你感受一下三亚最好的厨师 做的饭食 多么兴趣的食 好不好 我真的没心情 别相信 有 打起点精神 相信我 没问题的 走 走 跟我来 来 来来来来来 你太久不回来看我了 我都快忙死了 我哪有时间来看你 你看你现在怎么胖成这样 这餐都是你开的 干饭店哪有不胖的呀 小赵 嗯 我专门给你剥的 好 谢谢 别这么闷闷不得了啊 好 好 来 这厨师都有外景的 大部分是我 可以啊 还是我还有这时间呢 当然 我做的菜跟别人不一样啊 这当地的食材 果然还是用当地的烹饪方法比较好啊 这种海鲜本来海鲜味就比较重 但是加入了香茅和青棉叶之后 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对了 咱们将这一袋的淡水鱼 都是用咸肉来蒸的对吧 如果加入了这个香茅叶 味道肯定不一样 阿饭 你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香料 能不能麻烦你列个单子给我啊 行 我回头让人给列个单 太好了 谢谢 来 雪人再吃点 你尝尝这个鱼 不行啊 跟你们是不是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漂亮 漂亮 厨师医生 好 好 是不是她的 还真被我惨了 你看 喂呀 她是厨师啊 你上午见她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她的领域吗 不一样 她的领域 我见她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在我跟她握手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虎口的位置 和食指的这个位置 我非常厚得紧 你想想 什么职业的人 这个两个地方 都有可能解 只有经常用手捡过工具的人 虎口才不能解 比如说 厨师 我就是这么想 一开始有个决定 但是我想想 那天咱们吃的那碗洋葱面 味道那么地好吃 根本不是一般的厨师爱好者 可以做得出来的 所以我就一直让阿花在帮我们打算 你三亚有没有一个年轻的厨师叫郭易洋 真的很难找 找了一个上午 一个朋友提醒我的一个人 叫杰克库克 我让他把照片发回来一看 果然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高手 绝对的高手 提郭易洋在三亚没人知道 但是提起这个杰克库克 现在是三亚整个参演界的风靡人物 真的 法国蓝带选笔 今天只有二十三岁了 但是已经做到了法国巴黎一家 星级米其林餐厅的主厨 这次回来 本来是处理父亲的后事 刚好这里威斯汀酒店的老板 和他是老相识 请他去帮助一个月 这一个月 威斯汀酒店天天满客 而且哥们长得又帅 这帮小迷迷 一是为了吃 二是为了看 天天堵在人家酒店门口 但是听说 他这人有点苦哎 有点高冷 天生的厨师又经过系统培训 年轻七十年 是个人才 你说 是不是他家里人 不想让他当厨师 所以他才偷偷地出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还给自己换了个名字 就像某些人一样 是 是不是觉得 这样特别严了 少自以为是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能 我们去吃一下他做的饭 是啊 天天排队 怎么帮你约 你肯定有办法的 帮你约好了明天晚上 我就知道什么事 交给你肯定没问题 来 吃吃 你尝这个鱼 来 迅君 你在哪儿 我在三下呢 刚到酒店 我知道 是梅湾威斯汀度假酒店 下来吧 我有重要事情 给你说 好 群群 是呀 弄着干吗 坐 我是说啊 来三下之后 穿衣风格都变了 不好看吗 好看 非常适合你 怎么会突然来三下了呢 有些事情 我们便吃点了吧 服务员 你好 陆小姐 欢迎光临 沈梅湾威斯汀度假酒店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上菜吧 好的 陆小姐 陆小姐 是陆小姐 在三下啊 都能享受特殊的待遇到 不是我 是你姐姐 她担心你吃不好 特地给这个餐厅的主妇 打电话 给你准备一些精致的餐料 那我还是占你的光嘛 谢谢你喽 打扰一下 谢谢 请慢用 谢谢 请慢用 慢用 来 来 其实我吃过了 我陪你喝点吧 好不好 哟 哪家餐厅这种荣幸 能备你清点 你不是很挑食的吗 我的挑食呢 也取决于 我有没有幸运的厨师和餐厅 来 我陪你喝一杯 在三下见到你 很开心 你找我 什么事情 我来三下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陆氏旗下在海阔有关而不求赏 我每年都会来试赏 嗯 这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是跟杨晓柔有关吗 我知道我姐肯定和你 你说过 她想让我啊 直接罢了梁晓柔主厨的位置 这样才好找到两个英雄的主厨 对啊 其实你心里 比谁都清楚 但我不会这么做 好 我高兴 山之屋主厨的位置不能再多了 牛师傅她也顶不了几天 你不能因为特别想照顾杨晓柔 而放弃集团的利益 放弃山之屋利益 不管不不吧 杨晓柔 我真的不想跟你去争执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天时间 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包括我姐 比葫芦李到底卖的什么样 杨晓柔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你之所以投资山之屋 是因为看好他们的里头人 是 我特别感谢在山之屋 非常不景气的时候 你可以投资它 如果你还信任他 你就给我这段时间 如果我做不到 我亲自 把你把杨晓柔会做出的美车 我亲自把你把杨晓柔会做出的美车 我的意义 我亲自把杨晓柔会做出的美车 行吗 好 我给你一段时间 可幸 到今天为止 我毅然选择相信 幸运 谢谢 空荡荡 静悄悄 一个人都没有 无聊死了 空荡荡荡婆 三十斤 蛤 小柔 快 坐 行 坐 不用了 我就是 在房间待着无聊 出来逛逛 陆小姐怎么样到三亚来了 我来三亚出差 高雅也不放心高兴 让我来照顾她了 顺便商量一些 管理方面的事情 因为不是你的管家范围之内 所以就没让你过来 怎么样 第一次来三亚 好 这边风景还挺好的 我就不耽误你们聊正事了 我先走了 小夫人 我去看看她吧 谢谢你们仨 小夫人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我真的不知道陆轩君什么时候来的 她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过来跟她吃饭 我们现在 你怎么追过来了 我没事 你去陪陆大小姐吧 把人家一个人丢到也不太好 我陪她干什么样了 我陪她干什么样了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她出差 刚刚出差到这家 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工作的事情 我有那么好骗吗 你们是不是在聊 免除我职务的事情 小婉 这件事情你真的不用着急 我们刚才已经说好了 高兴 我们绝对不会霸面 听我说 先离迢迢到这儿来找郭师傅 郭师傅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可现在 郭师傅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唯一的希望也落空了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我主厨的位置 如果我不是主厨的话 这些问题就不存在 就已经一人而解了 对不对 你都猜到了 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这样 我希望靠自己的实力 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名好的厨师 而不是靠你 靠关系 靠人情 你现在这样瞒着我就是你不对 小柔 我没有瞒着你 我一直认为你是有实力的 我相信你的能力啊 所以我才这样去做 杨小柔是最有能力的人啊 这个事情我一直都说过呀 我会为了将来努力 但现在 我还不是 你要做的 就是相信我 认同我 发现我的问题 发现我的缺点 告诉我该怎么改正 而不是盲目地支持我 盲目地保护我 我如果连面对困难的冷气都没有 我凭什么实现自己的梦想 凭什么成为一名好的厨师呢 我想要说这些话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跟陆璇君走这么近吗 因为陆璇君在经营餐厅方面 比我们谁都有经验 我现在是在取经 你负责管理品质 他负责经营 那品质和经营之间 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 我作为经理就应该在中间 去发现谁对谁错 那如果 以后我发现没错了 可不可以不生气 我是不是在你眼里 就长了一副 爱生气的样子 我就喜欢跟你生气的样子 小若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这辈子就想跟你 一个人在一起 不是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 以后 不要再吃醋了 不要再生气了 你不要再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我也向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 遇到所有的事情 我们一起扛 真的 真的 谁要跟你一起扛 就一起扛 就扛给你了 一起扛 杨小荣 我以后大师父以后 一起扛 来